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 迪斯科西斯对不对 他的名字好难念 他指导的沉默当中就在台湾拍摄的有很多的美景 大家可以在电影里面欣赏得到 竟然有国外的金奖导演利用了台湾的地形地貌 可以拍出那么棒的电影 另外一方面更巧的是 拍摄的场景就是泥丘他家后院 嘿嘿 你怎么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啊 这个地理人姐才能铲泥丘吗 好 你再扯下去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记得这部电影 让听众朋友看了这部影片 也有机会可以亲自走一趟台湾 因为呢 有时候电影里面的场景 不如你自己亲身来体验 真的外国的朋友就赞叹说 台湾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面 能够一下从我们的海边 攀升到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一路上有多少东西可以看到 那今天呢 我想我来介绍我们家后院 我家后院叫哪里呢 对 你的家很大 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的北海岸 北海岸跟东北角不一样哦 有什么不同呢 完全不一样 你们听过福隆吗 福隆事变当听过吧 对 听众朋友记得哦 来台湾的福隆 一定要去买便当吃一吃哦 台湾的便当那个卤菜啊 可是厉害的 那重点是 台湾的福隆是一个冲浪的好地方 也是夏天有这个音乐季啊 大家玩沙雕啊 玩水的好地方 如果你来台湾真的没有办法去墾丁 可以来福隆走一走 这个地方呢 就是往宜兰的路上 这个地方呢 就是所谓的东北角 各位记得往宜兰那个地方 什么福隆啦 蜜月湾啦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东北角 也是我们旧名的滨海公路 但今天要讲的不是这条路 今天要讲北海岸 北海岸 就是台湾真的头顶上的这个北海岸 台湾的头顶上呢 从我的家的后门呢 因为我是住在基隆嘛 基隆呢 跟台湾的新北市很近 新北市过去呢 我家那边过去呢 就是新北的万里 然后呢 万里的旁边呢 就是野柳 野柳旅王头 很多的团客来到台湾 一定会安排 一定会去那边 我们等一下再介绍 但是呢 从野柳这条线一直沿着走 会经过了金山 经过了石门 山枝 直到淡水 我们介绍过的淡水小城 这条呢 延伸在台湾岛上面 画起来就像一个帽子的形状的 我们就是我们台湾的皇冠 我们叫它北海岸 因为它都会在台湾的北边 所以东北角 北海岸 大家不一样吧 那这个皇冠里面呢 更厉害的是 它包着一个火山 为什么会有火山在里面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火山岛 可是刚好就在这个皇冠当中 对 因为台湾最有名北部的 阳明山国家公园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来这个北海岸呢 除了可以有好吃的 有好看的 有好玩的 还有 还可以好泡的 可以泡温泉了 所以光一个北海岸 你就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玩法了 对 所以我诚挚的邀请大家 如果你真的来台湾 例如说你只有四天三夜 你从松山进来 你真的就只可以停留在 这个皇冠北海岸的 这个皇冠北海岸的这条路上 你慢慢的去享受它 两天一夜 真的有很多 好吃好看好玩的 要介绍给大家 是 所以有哪些 好玩 好吃的地方呢 我们等一下再请 泥秋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好 我是带领大家 玩遍台湾的泥秋 接下来每个礼拜五 晚上九点到九点半 我在中央广播电台 二十一点听台湾 跟大家见面 我们来看看 不一样的台湾哦 颠覆旅游手册 掌握台湾最新玩法 欢迎收听 秋游台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秋游台湾 今天呢 我们则需要玩台湾的北海岸哦 这个北海岸号称是泥秋家的后院 对 但是我们先不从我们家的后院讲 上次呢 刚才有跟大家讲过淡水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从淡水继续往我们这个 北海岸走的话 嗯 第一个会到的点呢 就是淡水的山枝 山枝这边呢 其实在以前呢 会被 有一阵子哦 台湾在7080年代的时候 盖了很多很漂亮的房子那边 因为呢 那个地方呢 它是离淡水还有一段 那离台北市当然也有一段 但是呢 那边的地方呢 其实蛮适合冲浪的 哦 玩水上活动 所以有很多有钱人 就在那边买了一些度假的房子 但是呢 呃 后来也因为交通跟东北激风的关系 嗯 所以那个房子呢 还在 但是呢 那边就变成说有一点点 比较没落 但是它未为另外一种风景 因为 你会看到海边有那种高楼大厦 但是山枝这边呢 也是我们台湾国宝级的 那个长中戏友的 这个李天璐老先生 嗯 他的老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有李天璐的博物馆 山枝也产 角白笋 哦 这我们到处都有角白笋啊 博物里也有角白笋 这个东西非常不错 那所以呢 这条路线呢 到了山枝之后呢 还会有一个跟香港一个地名 很像的叫潜水湾的地方 那一路再往前走 就会到达石门 这个地方不是石门水过石门 是真的叫一个石门 因为它是一个海石的洞穴 嗯 所以呢 它看起来像一个石头 在这个地方有好吃的 哦 石门吃什么呢 肉粽 哦 台湾有首歌叫修巴掌啊 好久没唱歌了 来唱一下好不好 可以用吗 好 修巴掌 修巴掌 北修巴掌 这个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 郭金发 郭金发歌手 已经离开人家 在去年离开我们了 对 我们台语界的老前辈 对的 修巴掌这个是台湾 肉粽是台湾一个 从端午节 大家知道粽子嘛 这是你们讲粽子嘛 对 那台湾的这个 我们还有分南部粽 北部粽 而且里面台湾的粽子里面 都会泡一些很多很多元的材料 有香菇 肉块 尤其那肉块是那种带油的三层肉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菜脯 没错 还有一些虾米提味 这个肉粽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在石门这个地方呢 对面有家刘家肉粽 它就是以卖肉粽出米的 它的肉粽有大有小 所以呢 你胃口不好 不喜欢吃糯米的 你可以吃小的 那你胃口很好 它有超级王的大肉粽 一颗一百块 都有 那多大 超级大 就是大概一般粽子的三倍吧 那也有包很好材料 例如说包干贝 包龙虾 反正肉粽在他们留家肉粽呢 就千变万花了起来 那再往前走 吃完肉粽 你还继续往前走 这边呢 就到了我们台湾呢 这边很有名的一个 所谓的阴庙 阴阳的阴吗 对 因为台湾有所谓的阳庙跟阴庙 阳呢就是拜镇神 各位就可以看到 风神棒上面的这些 这所谓的镇神 但是台湾有很多的 所谓的千岁庙 还有一些王爷庙 这个就是 有的就是 当地的 这个在 可能在整地的过程 或者在这个 某些历史上 他们是属于舍身取义啦 或者是 他们就是 在地呢 就是被人家 侍奉起来的一些 之前的先人 那我们 把他称为王爷 或者是 这个 什么千岁 那 在这个地方 有些我们的 在一些行业 尤其一些特种行业 什么样的特种 就是夜生活的行业 大家知道的 我不能讲太明白 因为我没去过 那这个 这座庙叫做 十八王宫 其实每次我经过 都看到香火鼎盛 还蛮多人在里面 因为他就是 非常有名的一庙 好像就是拜一些偏财的 都会去那边拜 那金山也有财神庙啦 那但是 十八王宫呢 甚至是 当地的一个传说 跟一个非常著名 香火鼎盛的庙宇 十八王宫 也卖肉粽 而且还卖一个东西 那边小贩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海边 都会有很多 捡那个螺 去用酒类 米酒去卤 然后加上辣椒 加上蒜头 那吃起来非常的呛辣 是烧酒类吗 对 就是咱的烧酒类 烧酒螺 烧酒螺 这个东西呢就 虽然那个螺肉 不一定能吸得到 但是呢 大家好像就沉迷于 那种吸的快感一样 就是地方小吃啦 零嘴的感觉 好 那去往前看呢 快要到金山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座很漂亮的林墓 这个墓园 就是有我们一个 非常美丽的小姐 邓丽君小姐的 云园 就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他的歌迷 海内外都有啊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 来这边 来看看他的芳荣 来献上一束花 然后就像日本啊 像我们大陆的朋友 很多人 会到这个云园 很多忠实听众来台湾 除了到央广走一趟之外 也会到您刚所说的云园 去看一下 真的 这个歌声是到现在呢 还是很俊勇 真的 所以呢 在云园的旁边呢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国宝级的建设 就是我们台湾有个 国宝级的艺术大师 叫做朱铭先生 朱铭先生呢 他在雕刻上是非常出名 尤其他的太极系列 虽然我们不懂艺术啦 不过呢 到那个朱铭美术馆 他是由山而建 他进去之后呢 他除了一些创作的艺术之外 也加入了他的雕刻作品 在当地的所有大草皮上 所以呢 像这太极的动作 摆在这个大草皮上 用钢索的材料表现出来 哇塞 那种气势啊 哇 大家看了 真正能体会到 这种力跟美 在雕刻品上的展现 线条很简单 可是却很有力 对 那种穿透感是非常好的 它会让你深深的 非常有感觉 所以呢 喜欢看一些艺术品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边 讨仰你的心性 然后来看看这个东西 那这里呢 我们就到了金山了 终于到金山了 哦 金山很有名哦 金山就名叫做黄港 硫黄的黄 为什么叫黄港 对啊 为什么 我刚才讲过火山 对不对 因为呢 台湾呢 有座阳明山 阳明山以前叫做草山 那这个阳明山 其实它就是一个火山 休眠的火山 那在这个地方呢 有火山呢 就有温泉 所以金山的温泉也很有名 那到金山呢 各位也可以往上走一点点 金山山上呢 有这个所谓的马槽这个地方 那马槽是在阳明公路 所以阳明山到金山的公路的中间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泡温泉的私人会馆 不错 各位可以到那边呢 稍微休息一下 泡泡脚啦 全身泡一泡 放松你的身心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讲过嘛 火山最后有硫磺嘛 硫磺留下来的时候 咦 那有人说黄港黄港 所以金山以前旧名又叫黄港 那那金山呢 金山最有名的 还有一条金山老街 金山老街呢 你会看到那边很多摊放 除了卖渔货 因为那是渔港嘛 还有卖一个东西 你猜什么 卖什么肉啊 不是肉 我要不是讲肉 哎呀不是说肉啊 所以你却有私人料理 私人料理 有卖这个寒鸡 哦 番薯 金山的土壤呢 也特别容易种这个番薯 地瓜啦 那在金山呢 在每年的下半年 好像有这个地瓜节 有机会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 沿途就很多的农家 他就把它田开放 让你自己去翻找地瓜 然后呢 就来控窑 就烤地瓜 很有趣 是耶 对 然后自己可以 可以烤其他东西啊 有很多东西 那金山老街上 除了很有名的 金山的庙前面 老街上的庙前面 有这个庙口的鸭肉 金山鸭肉之外 还有一个金山肉包 而且它很厉害 每天中午就卖完了 这么强 对 那大家一问就会知道 这个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那在金山呢 各位呢 也有便宜的住宿点 如果你不住温泉饭店的话 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金山青年活动中心 他自己还有海水浴场 那是 台湾以前有个救国船嘛 他会把这个地方呢 开闭前就是年轻人 可以在办活动的 住宿的地方呢 比较简陋 比较像YMCA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啦 但是呢 地理环境很好 旁边就是海边嘛 是 其实我们如果花很多的钱 去住这个海景大饭店 这可贵了 如果经济实惠 去住青年活动中心 你也可以欣赏到 台湾北海岸的美景啊 没错 那在这个地方呢 刚才露了一个 我们的石门那边 石门三只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老梅 梅 梅花的梅 它是一个地名 那老梅这个地方呢 因为 呃 我们台湾的沿岸 各位觉得比较特殊 比较少沙滩 我们台湾很多海岸 它都是所谓的胶岩海岸 海水呢 不断冲刷之后呢 他们就把地理地貌呢 形成了一条一条的沟 这个叫做群椒海岸 像女生的百褶群一样 那群椒海岸上面呢 因为今年也还有海草啦 还有一些枣类啦 在上面附枣 所以呢 这老梅这个地方呢 它这边有一片群椒海岸上面 布满了绿色的海藻 所以呢 它就变成一片很漂亮的 绿色的百褶群这样的 对 我看到很多喜欢摄影的人 都会去那边拍照 对 非常漂亮 对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 而且我们北海岸的风景管理处 把那边整理的真的是非常好 前阵子 三年前呢 其实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艘船在那边 搁浅 漏油了 那这个到 对生态真的造成了一些困扰 但是我觉得还恢复的不错啦 那如果到老梅 你还可以到附济渔港 我们有一个观光渔港 富有的富 基隆的基隆 富基渔港 那边呢 可以选购渔产 跟好吃的 但是呢 当然呢 我是基隆人 大家可以来基隆吃就好了 是 我以为你有什么独家料理了 富基渔港倒是蛮有名的观光渔港 是啊 是啊 那这个 我觉得来台湾吃海产的话 各位朋友就是可以找个 如果您是自己顾车的话 或者是您自己去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的多问几家 比较一下 那你就可以吃到新鲜 又觉得是价格合理的海产 这个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对啊 因为有些螃蟹或者是鱼类 它们是论金秤量的 你现场看到喜欢哪一只 你觉得哪一个新鲜 就请老板帮你秤一下 你觉得价钱合理 你再买单 对 那到底是台湾量 还是国际量 这个大家都要问清楚 对对对 好我们先先聊到这儿 等一下我们再请尼秋 继续带我们从金山再往下走 她是旅游达人尼秋 她是央广主持人宛如 每周五晚上九点到九点半 尼秋要带领大家来体验 台湾的大成小事 我们要颠覆大家 对台湾的想象 是的 所以央广全新计划 21点听台湾节目 我们开辟了脸书粉丝团 新浪微博 想随时掌握游台湾的最新动态 还有参加游奖互动游戏吗 快来搜寻 21点听台湾 快点来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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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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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秋游台湾 我是宛如 我是妮萧 好 刚刚呢 我们说到玩台湾的北海岸啊 那接下来有一道题目 要问所有听众朋友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哦 台湾最北端在哪里呢 嗯 在哪里呢 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 前阵子寒假的时候宛如 不是到了台湾最南端 肯定去一趟吗 结果就有个大陆游客 就拿着旅游手 就问宛如说 最南端是在哪里啊 我觉得大陆游客真的还蛮愿意去花一点心思做功课的 最南端的灯塔你应该知道是尔兰比灯塔 对 我知道 那你知道尔兰比灯塔下面有一个台湾最南端的碑吗 什么碑 真的不知道呢 所以来台湾玩要先问过我 我们先插播一下哦 在那个尔兰比灯塔的最再往下面有个环礁的步道 它那边还有一个台湾最南端的 真正是尔兰比的最下面还有一个碑 你就可以知道那才是台湾的最南端 所以呢我们顺便回过来讲 各位想这个北海岸 它就是北嘛 它的最北端就是刚才讲到老梅的富贵角 哦 在富贵角这边 所以既然南端有灯塔 那北端也会有一个灯塔 对啊 就是富贵角灯塔咯 那么呢 在我们刚才有提过东北角跟北海岸的差别 那在东北角最东边的灯塔就是鼻头角灯塔 跟三雕角灯塔 嗯 可是这些灯塔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除了渔船的指引方向 对啊 这是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如果是游客 要去那边看看打卡拍照嘛 对 就这样子嘛 我告诉你哦 灯塔其实有很多很特殊的东西哦 像墾丁的尔兰比灯塔 他因为以前还要防范那个 那时候清朝驻兵在那边的时候 有很多原住民会攻打他们 所以那是一个武装灯塔 上面是有枪孔的 而且灯塔在台湾你知道归谁管吗 还真的不知道 猜猜看嘛 不是海巡署吗 不是 那既然说指引渔船不就渔业署 错 那什么单位管的 你影响不到 是我们台湾的财政部关税总局管的 进来是因为以前要收 税有关吗 对 有关 因为以前呢 海运嘛 凡胜嘛 所以那个灯塔 也是在管理这个 海上航行船只的引导嘛 所以呢 这个就自然而然把它化成是 关税局 在做管理的 这个呢 各位 在每个灯塔前面 你去看看它的碑文 或者它的名称上面 上面就会写着 中华民国 台湾省财政部关税总局 哦 还真的没有仔细看过 找个见识吧 好 这是台湾的最北端 所以到了东北角 别忘了到最北端打卡拍一张 照告诉大家 我来到台湾 还有啊 刚才讲到老梅 跟铺柜角灯塔 这段呢 陈默拍了很多 但是 很多的新人也在那边拍婚纱 因为石门还有个婚纱广场 他在那边坐得很像希腊地中海的感觉 所以呢 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马来西亚朋友 都跑到这边来拍婚纱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再往下走 等一下 我刚才一直忘记 大家 告诉大家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就是 你们怎么到这里啊 对啊 好像到现在还没提到 这个地方公车很少的 那你坐捷运只能到淡雪 然后你坐客运车 也只能到金山 可是我们常说的好朋友呢 好朋友就出现了 所以好朋友出现了 因为好朋友 台湾好行就推出了一条 皇冠北海岸 我刚才讲的 这个像香顶皇冠 这个皇冠北海岸呢 从淡雪雪运站出发 或者是从这个金山游客中心出发 各位都可以贯穿 我刚才讲的所有的点 而且还有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 野柳 野柳观光客来必去的地方 其实如果自由行的话 做我们的好朋友 台湾好行 你也到得了 是啊 那野柳呢 除了海蚕有名之外 野柳还有两个必看的景点 第一个景点呢 就是我们的野柳海洋公园 它是台湾一个户外的 有海豚啊 金鱼的养殖场 除了可以了解生态之外 还可以看到这些动物的表演 还不错 那再来呢 旁边当然就是著名的女王头啦 这个风化岩啊 豆腐岩啊 群交海岸啊 这些等等的 那这边有个故事 就是林天真先生 舍身救人的一个铜像在这里 那再往旁边看 其实有一座山 叫做狮头山 狮头山长得像狮子头 对 横看侧岭侧城风 但是呢 在这个狮头山上呢 你站在它的三角点上呢 你就可以右边看这个野柳 左边看金山 两边的那个海天一色的感觉 非常棒 而且可以看到海上一些风化岩 有两个像是竹台的岩石 我们叫竹台岩在这个地方 是像蜡竹台的竹台 对蜡竹台的竹台 那在野柳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吃海产的好地方啦 野柳这旁边有个港叫做龟吼鱼港 乌龟的龟 乌龟在叫 乌龟会叫吗 对啊 好奇怪的地方 好像有个笑话就说 小狗怎么叫 汪汪 乖 这是什么笑话 因为你是小狗 有个笑话就这样 好冷 小狗怎么叫汪汪 小猫怎么叫 喵喵 对啊 那乌龟怎么叫 乌龟不会叫 对 有的人就会说龟龟 好啦 乌龟不会叫 但是龟吼鱼港呢 是台湾那个离万里很近的一个渔光 它有个观光渔室 如果各位在野柳觉得说 那边的餐厅看起来不合你的意义的话 往旁边走 一公里 就到了龟吼鱼港 龟吼鱼港 一条小小的街道上 有将近十家的海散店 那边的料理 不错 而且新鲜 你俩讲得很含蓄 这样大家懂了 懂了 那尤其到了台湾这个秋天风起的时候 在万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 野柳这一带 就是台湾的螃蟹 螃蟹 当然台湾的螃蟹没有像大杂蟹这样子 肥厚多吃 但海蟹呢 它因为活动力强大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耍水 台湾人讲耍水就是爽口 如果没有那么大只 吃起来会很爽口吗 会哦 会哦 这个师傅的手艺呢 你可以用来炸的 然后用这个煮汤的 它的海鲜的鲜味 是特别的好 所以到那边呢 各位呢 可以点点很多的海鲜的料理 炒海瓜子 切个生鱼片 鱼生 这样子来吃吃炒炒海鲜 那边都有鲜货 直接可以炒上座 价钱真的不贵 有的海鲜山地 还别去崩位哦 楼上还是咖啡座呢 吃完了午餐 吃完了晚餐 可以到上面呢 看看呢 海天一色 然后看看我们的渔港的风情 那这样 点点渔返 感觉很好 这些都是泥球从小玩到大的景点 在我家的后巷 后远嘛 是的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路边 还有一个秘密要跟大家讲 好 秘密通道是什么 秘密通道是你坐车 可能没有办法停下来买的 但如果你是自己小包车 或自己开车的话 朋友开车的话 金山还有烤玉米 金山烤玉米 为什么这么有名啊 我常听人家说 我想 我吃了 我觉得说 它是用那个石头去炭烤 加热石头 再把玉米放在上面去炭烤 这个玉米涂上它浓厚酱之后 那个焦味跟那个感觉 是非常有趣的 在大陆我也吃玉米 它就是水煮的 但我们这种炭烤的 它加上酱料 你会觉得它特别的香 难道大陆没有炭烤玉米吗 我还真的没看过 泥球还没看过 我们听众朋友 现在可以上网告诉我 跟你泥球一下 我四月份要去北京 告诉我哪里可以吃烤玉米 说不定马上 你四月份要去北京 宣布我们北京很多人去接鸡了 别 然后端着烤玉米给你吃 我们这边有啦 我又得去北京交流交流 好 那我们讲了那么多 其实我最后还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我们整个金山这一带 夜流到北海岸 就是老梅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这些路线上除了做台湾好行之外 其实如果你小巴车的话 我会建议你还可以延伸到 我刚才讲的马槽 然后往山上走 还有我们的鱼路古道 就是以前金山的人 他们捕了鱼 可是金山这边的人没有很多 他送到基隆 卖基隆也有鱼港 所以他就翻过阳明山 千辛万苦的挑着鱼货 对 挑着鱼货到台北市的士林 所以这条呢 以前有条骨的路程 叫做鱼路古道 那也是非常值得健身的一个道路 对 现在变成我们台北人 健身的大青步道了 那台湾的北部会下雪的地方 也就是阳明山 阳明山的这个海拔虽然不高 好像七八百公尺而已 但是在它的小游坑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比较次高点 还有那个 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会有这个我们台湾 在冷的时候呢 它是有降雪的可能 那台北人很多人 就是经过这个阳金公路 到这个金山 一路上吃吃喝喝玩玩 泡个温泉回去 也算是一日游的好去住 如果你来台湾 住在市里 你可以试着看 这条路线 不错 其实讲到北海岸这条路线 有很多的小黄 就是计程车司机 他们会用包车的方式 来招揽客人 那这几个月 我们也陆续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在台湾坐小黄 有些不孝的司机了 这个让游客不太安全 各位朋友可能来这边 还没有什么滴滴打车 这个可以用的 对呀 那我会建议大家 因为台湾现在也没有Uber了 那优步 我们在大陆叫优步 那台湾其实叫计程车 有的小地帮的计程车 他会说 我到那里就是多少钱 其实您可以再换换下一台 就说我就是要跳表 因为台湾的表呢 至少它都是有评 有据有收据的 那数字呢 在跳动的时候 你心里也有个底 那是比较好的 就是那个合理价啦 就是我们台湾人 也是这样子坐计程车的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你就是扫包车 对 有些司机现在就是包车啦 就是做生意招揽 海外的游客啊 一天多少钱 合情合理 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那再来 当然就是坐台湾好行咯 它每天呢 走北海岸这一段 对对对 它有所谓的一日券 现在都是这个 One Day Pass 一日券 台湾才一百六 人民币才不到四十块 你就可以整天 不限次数的上车跟下车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在皇冠备案这一段 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非常聪明的 还有有时候会 因为有些山路 它车子不会派很大的 它会是那个中巴 让你很舒适的 可以在山路上 蜿蜒的行走 是可能二十人坐以内的 这种比较小的 一个小型车啦 那当然这条路线上 还有很多 没有办法 讲出名号的咖啡店 为什么 这条海岸在夏天的时候 也很多人 会在这个地方来夜游啊 所以从礼拜六日的下午 就会有很多的人 白天来游 游览到晚上 路边海边 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座 大家也可以在那边 有些行动咖啡 对 就是价钱不贵 然后坐在那边 感受一下海岸的风 那讲到这个所有的 那当然最终的交通工具 我也推荐大家骑驾拉车 那不累吗 不累 因为它是落实品的海岸 你别骑那个阳金公路了 那真的要泡温泉泡很久 再来恢复了 所以这个整条路线上 整个可以串联 那如果更大的串联 那当然我建议你 从基隆玩九份 然后再玩到我们的北海岸 再从北海岸 你可以往阳明山 往淡水 都是很完美的选择 里面好几个点 泥秋都曾经介绍给大家过 可以现在把它串起来 看看你怎么玩 如果时间有限 观完北台湾的话 泥秋的推荐 是可以这样子玩的 是的 好了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五再见咯 欢迎咯